现在让我们重问一下砌砖施工程序的重点 砌砖的时候必须选择完整没有缺口裂纹的砖 砖缝要填满 砖缝需要大约10mm厚及陷入大约10mm深的水泥沙浆 垂直砖缝必须要对工 墙深必须垂直对区 按需求接层数安放合规格的挥缝铁网 电线管及水管的两边必须填满沙浆 切砖必须要准确 垂直砖缝不能够太宽阔 在管子位置 每三层加两根6mm镀芯铁支 或涂了两层沥青油的原铁 镀芯铁支每边必须搭砖不少于250mm 普通住宅楼宇的砖墙 第一天筑气高度会能够超过门框顶部 次日才可以往上气 砖墙顶部两边必须填满刮屏 强势拉铁必须要插好塞进砖缝里 湿气空心砖墙的时候 必须要用石心混凝土砖作为第一层砖 红砖必须隔日用水淋透 必须按照制造商的施工细则 来铸气轻制砖砖 在建筑工地里所有的工序 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 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终成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齐心合力 上下一心 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 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分内饰